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 帮助肝排毒是需要什么样的食物 我们的肝不止排毒 它也是帮助燃烧脂肪的器官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肝的功能 还有这个特别的食物 就是十字花壳菜 怎么样来帮助肝排毒 接着它有时间有空档 去帮助我们身体燃烧脂肪 首先这本书 Risk Assessment Method 它是风险评估方法 评估健康和环境风险的方法 这本书它讲很多关于 我们环境人接触到的化学物质 毒素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还有在我们人体里面的影响 它产生的疾病 在哪里产生肝脏肾脏 呼吸道还有皮肤中累积出来的 其中一个片段它说 这整个段落都很重要 但是特别重要的是这一句 toxic substances however 意思就是说这些毒品的物质 它不是平均的伤害所有的器官内脏 当它进来的时候 最有可能会被伤害的器官叫做 target organs 叫做目标器官 但是呢 目标器官通常不是化学物质最浓缩的地方 最高浓度的部位 反而是潜在破坏力最高的部位 那因为很多toxic substance 就是有毒的物质 进到我们身体里面 是看它的程度多少能被脂溶性 那一个有毒的物质 它的脂质溶解度很重要 譬如说像DDT DDT会存在我们脂肪的组织里面 它虽然最浓缩在脂肪组织里面 潜在攻击的目标器官 并不是我们脂肪组织对吧 是我们的其他的内脏器官 它会伤害我们的神经系统 肝脏肾脏 还有其他的免疫系统 那这一本书Clay's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它是很多学校的教科书 克莱的环境健康手册 它里面也是讲很多毒物 毒质 化学物质 怎么排毒的相关书类 里面这一个文章的段落说 Therefore the elimination of xenobiotics Xenobiotics中文翻成 一生物素 但是简单来说它就是讲 我们身体里面如何去消除 排出这些化学物质的特别词语 Often depends on their conversion to water-soluble compounds by a process called biotransformation Biotransformation中文翻成 生物转化 所以这整句的意思就是 这个一生物素如何把毒物排出身体外 是取决于这个转化过程 转化成水溶性的化学物质的过程 叫做生物转化的过程 如果它不能转化 那我们身体也就不能排毒 那当然它说 The liver also has the ability to bind toxic substances to other compounds to make them more water-soluble 所以我们的肝脏有这个能力去结合这些毒物 化学毒物跟其他的化合物在一起 让它们变成转化成水溶性 所以我们的肝脏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下面说 And thus enable the kidney to excrete them from the body 也就是让我们的肾脏能够排出我们的体外 所以肝脏跟肾脏是一起合作的 所以我们的肝脏有这些酶 还有酵素的帮助分解这些脂溶性的化学物质 化学毒物 把它们分解成水溶性排出体外 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肝脏发生的 所以我们的肝脏是在这个右下部 每天我们都接触到很多化学毒素 基因改造的食物 无所不在 那通常这个解毒排毒的三个步骤 简单来综合看一下 当毒进来的时候 进来我们身体的时候 第一步就是身体会去集合一些霉酵素 到我们的肝脏 我们的肝脏开始分解这些脂溶性的毒素 把它们尽量分解成比较小的代谢产物 第二步就是一个供饿的作用 它使用六种不同的途径 又把这些第一步剩下来的代谢 比较小的代谢产物又更加去分解 然后交给第三步 那第三步就是运输的作用 它把第二步的结合物又运输给肾脏 又更进一步的分解过滤 然后排出体外 或者是经由胆汁 胆汁就像一个洗衣剂一样去清理一些油脂 然后通过我们的肠道 小肠大肠直肠排出体外 所以我们摄取来的霉跟酵素 就是在这第一步进行它的作用 帮助分解 它把一些很毒的 含有毒性的化学物质分解成 我们身体里面可以承受的水溶性的物质 所以我们的肝脏很厉害的 但是问题就是长时间长期的接触到一些毒物 我们身边无所不在的毒物 塑胶瓶 塑胶袋 很多塑胶包装的物质 这些都会让第一步的工作量上升很多 那第二步就开始塞车 因为第一步一下大量进来 很多车流量 第二步就开始堵塞 那当它开始堵塞的时候 这些毒物会开始流出 从我们身体不同的地方流出 因为我们身体来不及去分解排毒 它们毒素就会跑到我们的thyroid 甲状腺 子宫 胸部 导致癌症 还有其他长期慢性的疾病 如果我们平衡第一步跟第二步的话 这个程序就会比较流畅 那我们也可以排毒 快速的排毒 正常速度的排毒 所以这些十字花褐菜的作用 就是在帮助这整个程序 它是一个交通管制 它会慢化第一步 当第二步有时间的去消化 排除这些化学毒物 还有这些毒物会在我们身体里面潜伏 很长的时间 20年 30年 40年 你在小时候可能有承受到的毒物 它会一直存着 然后可能到很久以后才会爆发 所以很难去做一个关联 很难去做一个连连看说你现在的疾病是现在发生的事情还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 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早现在就要开始去摄取这些十字花褐菜 还有我想要提一下 Cauliflower就是白色的花椰菜 它虽然不是深绿色的 但是它真的是一个很好去毒的食物 它也是十字花褐菜的一种 它里面有含维他命C 还有choline 胆碱 你如果不喜欢蛋黄的话你有一个选择了 还有它里面有含一个特别的物质叫做Anthocyanin 它可以帮助LDL被氧化 也就是比较会有问题的方面 如果LDL在血液里面做它的事情的话 那是没有伤害的 但是当它被氧化的时候就才是不好的 那Anthocyanin可以帮助阈止LDL被氧化 还有里面的Sulforaphane 是帮助排毒的第二步很重要的 帮助我们的Glutocyanin 还有其他的作用 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物质叫做 Isosocyanate 一流氢酸盐 它跟抗癌的这个作用有连结 它还有含很多其他重要的物质 而且我很喜欢白色的花椰菜 它的做法很多 调理法很多 各位可以试试看 麻烦你花一秒钟的时间 喜欢分享这个影片 我们明天见了 拜拜